接下来是由自身媒体人《芝加哥时报》主编李志华所带来的最新观点 李志华观点太阳失事了 在浩瀚无限的宇宙中站立在地球上 看到太阳失事的大自然景色 这是生命中最美丽的奇缘 啊这真是一场难得一见的天文器官横跨美国本土48周 从德州南部到缅因州北部都会出现日全时 这是一场眼人注目的大自然奇景 天文学家表示 全美国境内或多或少都光看到这一次奇景 很多地方从头到尾都享有这美妙的景象 那些错过机会的人下次得等到2045年才能看见 日全时的发生是当月球位于地球和太阳之间 月球阴影正好落在地球上时 在阴影区内的人看到太阳被月球遮掩蒙蔽 所以地球上的人看到的太阳会变成暗黑 天空于是变漆黑就像太阳逝去一样 正因为这样的稀有罕见 所以让日全时成为一件大事 这不仅仅是一次观赏的机会 更是多年翘首以待的梦想实现 试想当天空星辰运行恰到好处的位置 当月球缓缓划过太阳前 把白昼变为夜晚 这一刻无论是科学的探索还是对未知的好奇 都会在心中积极波澜 因此全日时这一天文奇观 总是以其不可预测和神秘的美丽 俘获我们的心 它给我们带来的是一次心灵的共鸣和宁静 在这短暂的黑暗中 让我们一同见证光明的重生 它给我们的人生启示是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 光明总会再次到来 日全时在历史上曾被视为一种预兆或微征 在古代中国人们认为日全时是天地对人的警告 但是从哲学观点来思考 日全时可以让人们思虑 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 可以激发人们对生命和自然的思考 也是人们进行宗教和精神思考的机会 可以激发人们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思考 科学家时事求是 他们使用系统化的知识来发现和创新研究天文 他们是揭开宇宙奥秘以大自然真相的知识 他们与文学家和哲学家有很大的不同 他们不懂得玩文字游戏 他们不搞逻辑推理 数字是他们的生命 数据是他们的根本 还不懂得谋略权术和霸道 他们是在知识领域里面追求真善美的专家 当然这次的日全时 对于世人来说除了让大家看到了惊人的天文景象之外 还让人们暂时忘记了乌克兰战争 以色列与哈马斯的纷争 缅甸的内乱 以及那些让人担忧的种种纷扰所示 其实每次当听到科学家们在预测未来何时何地 会有另类的天文景象时 我都会很好奇的斑斑手指算一算 是否那个时候自己还活在人世 是我还有另一个缘分在看到天文的奇景妙境 当然有时候我会怀着一种丝骨之忧情 想想古人笔下沽苏城外的寒山寺 在缺乏科技文明的古代 他们的忧愁是不是也相对减少了一些呢 2024年4月8日 在浩瀚无遗的宇宙中站立在地球上 看到太阳逝时的大自然景色 这真是生命中最美丽的奇缘 这真是一种丝骨之忧的